今天有 現在有 有 現在有 讓我們知道是誰吧 但是我不 不會帶出來秀個膽 不是全民代人 不知道誰也好 你換了就換了 應該說出來我的伎倆啦 我覺得說有 是誰不知道 不是吧 好正 很正耶 14年前 但是我覺得她的身材 現在還是這麼好耶 對啊 小燕姐 你要看我們啊 你怎麼一直看她的身材 而且我還特別翻到了那一頁給你 對啊 你還把它翻掉 誰會 容許我斗打提醒 你們在哪一頁 今天是我發片 然後我兄弟來幫我助正這樣子 我們有一次一起去香港 然後綠茶跟經濟人士 兩個都是我跟經濟人士 他們兩個都睡來一塊 都把我丟給經濟人 我拿我選 你是你選的 你們跟我講說好不好 那時候看你馬上情投意合 我就說好 我就每次跟她睡 她都睡我好近 我每次一張她眼睛 就看到我經濟人眼睛 你幹嘛呢 就覺得我坐著你 對 好 到了歲末年底 我們常常會把一些團體找回來 回問一下 十四年前有一個團體 他們自己說了 他們沒有很紅 但是還是很多人 都記得他們的關東族 他們就叫做 丸子三兄弟 這個三兄弟成立不到 兩年就解散了 但是你會記得 我還是讓他們自己出來講好了 來 歡迎 丸子三兄弟 其實是這樣子的 那個 我們一直都被誤會 叫丸子三兄弟 其實我們沒有三兄弟 沒有三兄弟 只是剛好我們三個是兄弟 但我們的團名叫丸子 就叫丸子 沒有三兄弟嗎 沒有三兄弟 我每次介紹丸子三兄弟 我那時候有卡通 是這樣子的 為您簡報一下 丸子三兄弟是日本的一個卡通 最上面的是大哥 打哥 最下面的是小弟 在中間的是遲難 遲難 丸子三兄弟 根本不是一個團對不對 對 但是丸子 好 丸子這個團 其實本來應該五個人的對不對 對 後來就變三個人了 三個人不到一年 就變兩個人了 然後不到兩年就解散 就解散 其實很簡單 沒有太多歷史可談 能夠在大家心中留下印象 已經很不簡單了 對 十十年前就是這個 突然直接來了這麼三個人 都是主打哥的問題 主打哥就是非常的 就是不吉利 對 拆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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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時候還常常有人找我們 去唱婚禮表演 拆啦拆啦 上台就拆啦拆啦 台下都尷尬 老實講 剛剛我們還聊了說 當時其實這首歌還滿紅的 對 但你們三個人 大家只記得有辮子的 有金頭髮的 對 但是其實那個時候 我必須待會兒有一個雜誌燈的 你們還真的滿帥的 謝謝小燕 真的 我的意思是說現在也滿帥的 沒有 他們其實就是 尤其是二哥 還有綠茶他們的頭髮 都是當年非常流行的 對 對 沒有 當年不流行 現在非常流行 現在非常流行對不對 對 但也想不到 十四年過去 今天變成這個戲劇的A咖 謝謝 超級A咖 而且他現在已經獨挑大樑演爸爸了 這是我們 不用講到爸爸的部分 這個部分是我別人會表演的 不是 是可以從年輕演到年老好不好 對 跟大家報告一下 我剛剛演到有孫子的部分 全部戲 這麼厲害 頭髮都純白了 有孫子 好強啊 趕快很深耶 好難喔 黑色味妹妹已經在演我女兒了 我好痛苦 好厲害喔 好厲害喔 這個 但小偉也很厲害 也拍了很多電影 謝謝 但是呢 最重要 他一直沒有忘記他的唱歌 其實你看這個 你現在變人類了是不是 對 人類 上來當中你叫Alien 外星人 對 外星人 這一張叫人類 回來啦 回來 但其實我還是外星人看視這個地球 我的角度應該是 外星人在地球住了一陣子之後 寫了一個有關人類的日記 對… 想法不錯 我一直很喜歡他的創意 我一直很喜歡他的創意 你很笑喔 我沒有笑你 不會… 其實那個時候 你們三人在一起的時候 多半我看資料 我看14年前的資料 每一份資料寫起來 出槌的都是綠茶 對… 他不是故意的 他不是故意的 這個有寫成資料出來嗎 對… 你看每一次 比如說 該他唱的時候他沒有唱 該他說的時候他沒有說 該拿麥克風說麥克風沒響 對 其實我真的覺得 綠茶他是一個天生的藝人 很奇異的人 十八拉一定會在他身上 對 基本上是這個樣子 而且說到從日本回來 他根本是有一半韓國血統 對不對 對… 所以你到底是會講日文 還是會講韓文 還是根本都不太會血統 而且我可以解釋一下 你要解釋這件事情是不是 所以我可以解釋一下 我也可以解釋一下 你先解釋 我先解釋一下 你現在會講話了 不是 我現在會講話了 你現在會講話了 是這樣子的 有機會你趕快講話 好了… 我們現在來 來… 坐下來講 怎麼十幾年過去 大家還是一樣的狀況 大家要來反正一下好不好 不是 通常是… 通常是我先講話以後 然後你要反駁這樣子 我要反駁 對 你要反駁 不然這樣好了 現在我可以講 好 你先… 小燕 你是這樣 你講話我再反駁 OK… 你看 你哪個 沒有 當初從國外回來的時候 因為腦子沒有轉過來 所以說對語言那方面 就是有一些障礙 真的有障礙 因為那時候國語程度沒有很好 對 當初回來的時候 就是中文跟英文 還有日文三個比較好一點 因為我剛好從大阪回來 大阪畢業回來 韓文那個時候 因為跟老爸住在一起 韓文那個時候沒有很順 只會聽 可是到後面 我到了韓國練習生 到了 韓國到了兩年了 所以我現在中文 妳有去韓國當練習生 對… 你不知道 你沒有講 你很誇張 我知道… 可是有兩年嗎 對…大概兩年 所以只有中文 日文 英文 韓文 現在全部都OK了 OK 真的 厲害 我回來的時候才發的那張專輯 叫正名 從韓國做回來的 那六海報 你指了一下 這邊寫個正名 那邊有寫 他的意思是說 等一下我們後製人員 會把它Key在你的臉面 把你有點擋掉 但是我有看了 另外看了一個資料 就是Junior跟小鬼兩個人 無所事事 因為通告也不多 早上起來就去漫畫店 對 漫畫店 你看你的漫畫 我看我的漫畫 而且我們甚至於 一句話都沒有講 真的 一整天 一整天 對 就是也是一種陪伴對不對 然後因為那邊吃的比較便宜 真的嗎 我們是為了那裡吃東西比較便宜 他要買一個儲資卡 就可以看很久這樣子 然後那邊的可樂 不用錢 我們就一直續杯 對 有這一趴 我怎麼不知道 那時候我不在 你不在 你不在 那時候 你在哪裡 在日本 你在日本 對 那時候還在日本讀書 才沒有 有啦 那時候丸子結束了 那時候丸子結束了 對啊 我們在前面那裡嗎 那時候不在 丸子結束了 你也厲害啊 我一定是說綠茶 綠茶跟你們這個當中 其實真正的小鬼跟Junior 是比較 比較兩個人算是 因為綠茶先走了 沒有…小姐 這我要講 等一下 等一下 你為什麼先走 你就是 綠茶先走了 這是什麼 沒有走還在這 你不會是後製上花圈吧 那是能看嗎 沒有 先不要… 所以是很尷尬 對 那你現在講一下 當年三個人的團體 是不是這兩個人有霸凌你 所以你就離開了 沒有…沒有霸凌 所以當時進去的時候 其實他們兩個的感情非常好 那他們… 我最晚進來的 我是最後一個女兒 對 所以他們兩個有霸凌你嗎 他們也沒有抱歉 對我的熟悉度沒有太熟悉 不是… 我跟你講 對我的熟悉度沒有太熟悉 對我沒有太熟 我為什麼覺得 都已經14年了 大家的相處都還是一個模式 大概就是維持在這個狀態 不是 他講話 你怎麼要幫我一下 不是… Junior 怎麼會幫你 我們不會霸凌綠茶的 因為綠茶會 中文風風 對 他會斷筷子 他會斷筷子 真的假的 他會一把筷子這樣 然後就斷掉 對 他在那個 加拿大 加拿大 有遇到一個師傅 那個師傅說你一直會怕 他怕他是華人被欺負 所以就教他了永春拳 然後他就會永春拳 然後重點是他會用那種 塑膠筷子捏著 完全不用拇指壓他 就用這樣捏著 然後用力這樣出拳 然後就用那個氣 把那個筷子折斷 就會斷掉了 對 從此以後我們沒有人敢霸凌 不是 在那之前我們也沒有霸凌他 等一下 那筷子真的斷了嗎 真的斷了 真的斷了 所以你是真的有功夫的 那就是氣功啦 氣功把他真的斷了 真的假的 快的那個時候 波動拳 那一年你收了多少氣 你才離開啊 沒有多少氣 其實我們三個人當中 誤會了 誤會真的很深 其實不是你的誤會 你走了以後 Junia跟小鬼 好多年也不講話 我們哪有很多年不講話 我們是 我跟他沒有 我們只是各自做 各自的工作一段時間 我們是各分西東什麼 你們有一陣子好像不曉得 資料上寫的 這個是真的沒有不講話 沒有 不開心嗎 後來你們到某一次 才把誤會解釋清楚 我不知道有什麼誤會 其實不是 我們沒有誤會 只有跟郁柴有誤會 對 不是 沒有吧 我跟你解釋 再解釋 我每次看到他 我都是跟他說抱歉 再抱歉再抱歉的 為什麼要抱歉 我也看到他都是 抱歉再抱歉再抱歉 因為其實這個團體 剛剛唱《彩虹》你就走了 你知道 就翠了 人家就翠了... 可是我走不是我的原因 那時候我完全不懂什麼狀況 我們一個經紀人 就在我們三個人裡面 說一些有的沒的 不要講一些 對 我又多了是不是 OK... 又多了一個提人 對... 其實昨天待會通告的時候 製作單位打來跟我說 他講錯了這些事情 我就說他講這麼深入 不是 我要證明 拜託我要把這個誤會解開 我們三個根本就沒有 真的是有一個人在後面 說了一些有的沒的 演藝圈就拚這一把 來 好啊 對 我就拚了這一把了 我為了要調和這個氣氛 要講霸凌 其實以前我們是五個人的時候 那時候綠茶還在日本 對 他還沒回來 我們傳說中 有一個天之嬌子 從日本 他精通英文 日文 韓文 然後他會吉他會鋼琴 主修Vocal 對Vocal 然後日本杜德偉之稱 那時候他剛回來的時候 所以說我們的經紀人 一直告訴我們說 你們有講是會弄筷子嗎 那時候還沒有講 他說他很會跳舞 然後就說我們如果再不努力 練發聲 練舞蹈 那我們就會被他笑 你知道嗎 你們要加油 怎麼會這樣 Richard要回來 他那時候叫Richard Richard 對 只是因為 那另外 聽說另外還有一個黃玉蓉 對不對 玉蓉 對 還有一個 邵翔 邵翔 現在都在 他們後來都到別的隊去了 是不是 對 他們各自 跟人家跟團 都在拍戲 對不對 所以那個時候回來的時候 你們是 這是你們唯一的一次五個人 對不對 對 我們代言盆痛色票嘛 對不對 這是什麼 那時候 那時候有一個很奇怪的發布會 就說我們叫滾石五小子 等一下 我看一下 人家是按手印 我們是按腳印 超奇怪的 所以這個時候 你們還沒有組成團 就是說 你們應該有滾石五個小子 對不對 對 滾石五小子 應該是說滾石的培訓生 應該這樣講 培訓生 Junior 那時候你還滿 規矩的 他那時候 你那是Junior最帥啊 沒有 我沒有 我那時候很 其實最愛玩 最皮的時候 喜歡他的都是辣妹 聽說Junior那時候 一天到晚都去夜店 沒有... 不是 然後經紀人說你不准去夜店 他說好 我不去夜店 但我現在開始在夜店上班了 對... 這個時候 這個時候我就在... 對 經紀人還跑來夜店門口 賭我這樣子 賭你對不對 三個吧 三個被抓到了 Junior 然後我就像賣票賣到一半 你來了這樣子 後來就上有政策下有對策 Junior就想辦法跟Vicky姐 Vicky姐就是去哥哥 老婆那個時候也在 這是我的主管 對 跟Vicky姐就是變得很好 於是他就去守VIP了 我們經紀人下不去 對... 你記得好清楚喔 有這一趴... 對不對 對 我就... 就站到VIP去了 有這一趴... 然後我沒有去 為什麼呢 我未滿18歲 對 他那時候未滿 你那時候還未滿18歲 我那時候未滿18歲 我那時候未滿18歲 我跟他去的... 你有跟他去的 我還不知道夜店是什麼 是他教我的 你屁啦 是他教我的 他是最會把妹的那一個 真的 他看到的女生 像譬如說我們到一個場合 只要有女孩子 他一定就是 他... 我從國外回來 你好 我是Richard 你好 立刻就會坐下 不是Richard 我會斷... 斷筷子 對 沒有 我覺得 我這輩子第一次看到 畢咚這件事情 就是綠茶為我示範的 所以在我們的印象中 覺得你們兩個人是很活躍 然後綠茶很可憐 才沒有 他很巧 結果不是是綠茶去畢咚喔 他很會 他很會 夜生活亂七八 不是... 那個時候還不懂的意思 對 他很會 而且女生都覺得他很可愛 對 都覺得他很可愛 然後其實他說話是很風趣的 只是在節目上面有鏡頭 可是在節目有鏡頭的時候 幾乎他講話都會聽歌 他會害羞 對 我不知道要講什麼 我就會定調 而且他腦袋會一直轉很多語言 他們兩個很壞 他們兩個就定格 就一直看我 你要不要講 我就不知道在講什麼 不是 因為他就覺得他常會說 他常會說你們都沒有給我講話 機會講話 好 那我們就 好 那你要講 麥克風就給他 然後他就停在那邊 然後記者也不知道怎麼辦這樣 好尷尬 我說好 你們講好了 我都不敢講了 其實那個時候 五個人變三個人 三個人 又不合了 你們不合了 沒有不合 沒有不合... 我們沒有不合... 可是你們三個人是沒有像其他的團體 什麼住在一起什麼都沒有 我們只差沒有住在一起 對 但是幾乎一天到晚在一起 我們每天都 我們跟他沒有不合 可是你還不到十八歲 對 我還沒十八 我進團之後就十八了 就是丸子發片之後的 第一個禮拜我就十八了 對 就可以去夜店了 沒有啦 丸子發片前你十八 還沒發片前我就十八了 還沒發片前 因為那時候我第一次去夜店 是我帶你去 對 對... 這他第一次去夜店是你帶他去 我帶他去 我帶他去 他很興奮 他開心嗎 我覺得不知道怎麼玩 真的 對 他不知道怎麼玩 我真的不知道怎麼玩 我這個時候也不知道怎麼玩 對 因為你已經玩膩了 你玩膩了 Junior 你這是那裡面的老手 沒有 因為那時候我剛好 我就覺得大家週末沒事 我就說要不要出來玩 他們就會一起出來玩這樣 聽說你在裡面 沒怎麼樣 我是比較皮的那一個 其實那時候比較愛玩 他們說 你們三個人粉絲都不太一樣 年紀比較大一點的 就是喜歡Junior 對 年紀國小的喜歡綠茶 對 對 你是比較國中的 國高中 對 我們大概都分配在這個地方 為什麼會這樣 我很羨慕Junior 我很羨慕二哥 他 辣妹都喜歡他 真的 那這跟夜店有關係嗎 沒有 他那個有個氣場 就是帥 沒有 其實我今天來的時候 我就在想 這是我節目剛 這個節目 剛在TVBS錄的時候 開始沒有兩期的時候 小鬼就來了 是 他是跟坤達 還有休哲凱 對 對 他們三個好朋友 來了 然後那個時候 還在講說 就是生了孩子 你們兩個怎麼樣 那坤達是有時候 我有預備要結婚 那他也說 我也會想 結果人家坤達真的結了 對 他有先跟我講 他說他要結這樣 對 那你心裡沒有覺得 我那時候心裡想說 反正 你的好朋友都結婚了 沒有啊 綠茶跟Junior都還沒結啊 那不算你的好朋友 怎麼會 他們是我兄弟耶 一起打過仗的耶 真的啊 真的耶 一起打過仗的 等一下Junior 我幫你說個話 他那時候上一張出的時候 請了幾個好朋友拍 MV 對不對 有 威斯里 休哲卡 休哲卡都進去了 不是 坤達 是不是 是 有沒有這件事情 這個事情我是沒有在計較 我 你沒有計較嗎 我是沒有在計較 在心上是有一點點 創傷 想法 但是沒有在計較 那我講一件事情 那件事情我放棄了 你放棄了 對 其實也沒有什麼放棄 你發專輯的時候 我們兩個也沒有份 蚊子當年穿球前衛 小燕姐故意忽略 你們那時候真的很前衛 來看一個雜誌 大家一定在看我手拿的是誰 對不對 Yeah 永恆姐 Yeah 14年前 但是我覺得他的身材 現在還是這麼好 小燕姐 你要看我們 你怎麼一直看他的身材 而且我還 我還特別翻到了那一頁給你 對啊 你還把它翻掉 因為我覺得他真的身材 其實你也沒有什麼放棄 你發專輯的時候 我們兩個也沒有份啊 不是 不是 而且跟我講過多少次 然後車找我去這樣 等一下 等一下 我現在可以問 衛斯里 昆達 邱澤凱 還有誰 你好像找了五 還有歐漢森 歐漢森 你不找Junior 不是 為什麼 你剛剛林俊勇先生呢 林俊勇就是綠茶 對 林俊勇 綠茶說他已經放棄了 我跟你講 我始終沒有放棄 有一天我站上小巨蛋的時候 就是我們合體的時候 我們今天是來WonUp 暖身一下 你怎麼 你為什麼要每次都學他的台詞 每次都說 我如果站上小巨蛋 我們就會合體 他講這句話說 我心中都一涼 不是 真的 你要相信我會合體 會... 你相信我比較快 對 我是賭你這一把 不要知道 對 相信他比較快 對 你要相信我 我快了... 你快了... 加油... 沒有啦 我是說真的 我一直都想要 重溫我們三個人 以前一起唱歌的感覺 對 但如果要站上小巨蛋的話 我們大家真的還要再加一把劑 對不對 會加油... 我們先看一下當年的MV 我覺得你們那個樣子 我大概節目不曉得播過多少次了 這一支關東煮 不曉得什麼時候講講講就來播 因為大家還滿回味這首歌的 尤其現在冬天 大家都會去7-11買個關東煮 我們那時候就是代言7-11的關東煮 真的 真的嗎 真的... 關東煮14年前就是你們炒熱的 你知道那一箱關東煮 既來公司冷凍的 看起來都多想哭 真的... 而且我們還各自有一個丸 我們還代表一個丸 每個還代表一個丸 你是什麼丸記得嗎 共丸... 對... 對 你呢 花枝丸是你嗎 我忘了 我好像是花枝丸 那你是什麼丸 蝦丸 要滿對啦 你蝦的丸 蝦丸 但是你們那時候真的很前衛 來看一個雜誌 我覺得那個時候 你知道那個FHM都是拍女生的對不對 有拍他們 他們搞錯了吧 以為你們是女子團體 那個時候的 我記得那個時候 我們的造型師還是大強哥 對 大強哥 劉大...劉大強 大家一定在看我手拿的是誰 對不對 詠賢姐 詠賢姐 好正 很正 14年前 但是我覺得她的身材現在還是這麼好 對啊 他們現在又都在運動啊 什麼飛輪什麼 對 14年前她 其實她的身材我覺得沒有 沒有什麼變 小燕姐 你要看我們啊 你怎麼一直看 而且我還 我還特別翻到了那一頁給你 對啊 你還把它翻掉 因為我覺得她真的身材 對啊 小燕姐 而且我很怕接到艾莉克斯哥的電話說 抱歉 抱歉 容許我斗膽提醒 你們在哪一頁 對 今天是我發片 然後我兄弟來幫我助陣這樣子 對 再道道就這個就是 詠賢姐我們另外再請她來上一集 對 我可以把雜誌借給你們這樣 對啊 上過FHM的 基本就放在後面 對 來 你看 你們的造型 我覺得那個衣服 完全跟現在沒有違和感 對啊 其實那時候走得很前面 真的走得很前面 老實講 這張像不像昆達 有 很多人說 其實他跟昆達有的時候 是有些地方滿像的 是不是 我剛剛一看就昆達 帥 而且這個小鬼 比較像女生 我那時候很瘦 我那時候60 60初而已 差不多 你扮女生應該也滿好看 我扮女生真的 真的不錯 他有一個最經典的扮女生說 算了 我還是不要講好 今天人家來打歌的 拜託 來 我們看看 你看 綠茶 當年綠茶 頭髮就是筋筋的 對不對 對 泡麵頭 來 我們來看一下有孫子的 Junior那時候很瘦 小蟹肉 那個時候 你還有練 你現在不是還有嗎 你後來不是把它練回來 對 我還是有稍微在做運動 但是我說真的 要回到那種體脂的狀態 就會很困難 沒有 因為說實在的 二哥他 他是家裡面超級FIT的人 對 就非常瘦的 在我們家裡面來說 我算最瘦了 那你家裡面 所以說 我們家很容易就是 你剛剛那是什麼 就是 所以我盡量要 我要很控制 真的喔 你們家裡有這個 體脂 有這個體脂 所以你這樣真的不容易 超瘦好不好 那時候 很可惜 沒關係 他用可惜形容 很可惜 真的很可惜 一個團體兩年 是很短的 很短 所以我一直在跟他們講 跟他們講說抱歉 如果再回去的話 我一定是 再回去來不及了 不會啊 怎麼會 還會再回去 我們等妳好不好 妳先 沒有 妳先 小蟹說 雖然有一陣子 大家都沒有工作 但是也滿好 也因為這樣子大家都有更新的出路 對不對 我們那時候真的 沒工作到一個集點了 然後呢 真的是互相借錢的那一種 真的喔 互相的借 已經沒錢還借錢 互相借錢湊錢 他那時候算比較有錢的 因為他之前有主持過 夏克花糯米 還有一點積蓄 我有主持一個兒童節目在公視 夏克花糯米 對 然後我有 就是存一點錢 然後我們互相的就是 集錢然後一起吃飯 一起搭車 車沒油了 互相借錢 加個一百塊一百五十塊 對 真的 是真的這樣子 Juny也這樣 那時候我們真的就是 那你在夜店裡頭是什麼 因為我們在那邊工作喝酒不用錢 對不起康哥 不是 那個時候 也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你要去玩就擠得出錢 但是你在其他時候就會 沒什麼錢過日子這樣子 這種日子大概多久 老實說大概至少有一年半 那個宣傳結束之後 後來我們兩個人就決定 資深前往眾議界發展 對 真的喔 你現在講後面那一半 我會在講前面 我以為前面那一半 沒有 他一直是這個樣子 他從我們聊到這邊的時候 他還在這邊 不是 前面那一半 我們還沒出片的時候 小鬼常常到我們餐廳吃飯 他都不用錢的 對 旅館有餐廳 你家有餐廳 我舅媽到我舅媽家吃飯 不管吃什麼就來這邊吃 他都不用花任何錢對不對 對 沒有錯 所以綠茶家裡環境比較好一點 開玩笑 還不錯 沒有… 都不錯 大家都不錯 還不錯 他家裡好像是 是 他從那個加拿大唸書 唸到一半 就跑去日本再唸 然後回來 其實中間至少有十年吧 你說什麼中間十年 在不同國家 在別的國家唸書時期有十年 對不對 對… 所以家裡要有錢 才能讓他在外面唸 對不對 25歲回來的 對 對啊 你那時候功課好嗎 還不錯… 有拿到獎學金什麼 有…對 獎學金可以回答嗎 你想要問什麼 我覺得你文化都在挖洞 好可怕 我覺得好危險 害我 害我一直準備 從後面踹他下去 一直腳起不來 你那洞要平好 我要讓觀眾朋友知道說 他不是一直用家裡的錢 他是有拿獎學金的 對… 對啊 大阪族說是拿獎學金的 對啊 但是我跟你講 其實還是要謝謝綠茶 就是因為你這樣 所以他們兩個 就決定往綜藝節目發展 因為小鬼有一種繞路的哲學 就是我的目的在那邊 但是我可以繞路 不一定我想唱歌 或者我想演戲 我先繞路 多一點的經驗 我說不定終究可以達到我的目的 對 的確… 的確是這樣子 所以我還記得那個時候 鎮頭來 鎮頭 鎮頭來的時候 很有意思 因為那部戲還沒有… 他們說他們飾演的時候 就只有一個觀眾去看 沒有人 沒有人 就一個觀眾 然後工作人員 藝人 導演 都站在後面陪那一個人看 因為有一個人看也是好 就那個人看完默默的 一看沒有人就走出去了 然後他們全部追出去 然後那個人就拔腿跑 對不對 他就拔腿跑 像幹嘛那麼多人追我 我也不過只看個電影 其實他們是要送紀念品 給那個人說 謝謝你 第一個來看我 但沒有想到 其實就這樣四片四片 就整個戲非常的慢 有的時候還是需要機會 就是東西好 或者東西如何 還是要有人去嘗看 去感受 這就是機會 對啊 但如果大家都不來 我們一定要想辦法 去突破它 就是繞一個路 去讓這件事情完成這樣 其實鎮頭算是你這個 轉利點應該算 對 其實凱哥很照顧我 然後在鎮頭完以後 又找我到三立演聖女保鏢 對 這兩個都算是我在 演藝圈裡面戲劇上面的 我的代表作 對 所以也很謝謝凱哥 丸子前進香港 綠茶跟經紀人一起睡 我們有一次一起去 去香港 然後綠茶跟經紀人睡 兩個都是我跟經紀人睡 他們兩個都睡在一塊 後來就把我丟給經紀人 我拿好選 是你選的 你們跟我想說好不好 那時候看你們好像情投意合 我就說好 我每次跟他睡 他說睡我好近喔 我每次一張開眼睛 就看到我經紀人的眼睛 哇 你幹嘛呢 你覺得我做得如何 對 那我們的Junior是 真的沒有想到他 一直在中間 你說ㄎ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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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天突然 他被雨後嬌揚的男主角 對 他有一陣子不見了 我們說他幹嘛 他去拍戲了 其實我也是 其實我是最喜歡拍戲的 從在團體的時候 我就是 我的目標是在拍戲 那中間也是跑綜藝 然後綜藝走了一段時間 有一天就覺得 我就跟公司討論說 我暫時停掉綜藝 我說我想好好去拍戲 去拍戲 所以其實也 到雨後嬌揚之前 拍了其實滿多檔的戲 常常都是站在旁邊的 也站了旁邊 站了四年 所以 當然我們還是要 謝謝雨後嬌揚 製作單位 選了你 那個角色給了你 你才能入圍巾中嗎 這個是真的很謝謝他們 那個時候我又胖 我那時候 七十幾 快八十公斤 然後他們還願意把我拉進去 然後剛好那角色又適合 也可以去達到他 只要你想要達到 的確 那說起來 上次我們小葵講說 其實你們也都到了試婚年齡 對 的確 尤其是綠茶 綠茶最大嗎 綠茶如果沒有結婚 我不敢結婚 沒有 等一下 綠茶是你們當中最大嗎 對啊 他看起來最小 但是其實他年紀最大 對 他年紀最大 1978年的 想結婚嗎 還沒 先工作 對 事實了 你也想想結婚嗎 沒有 事實 他們兩個都非常好 所以現在換我了 所以我現在還在 我也要努力對不對 還在努力往前衝 對 對 我剛好就是因為 之前大家其實 跟他們起散之後 大家不知道我是誰了 因為我去了 怎麼會 我去了韓國當練習生 那段期間 回來之後 你講台語之後 整個江湖上 大家都在謠傳 都知道你的厲害 就是因為那個台語之後 我才有維基百科 我前面的時候 大家去找綠茶 全都是茶葉 真的嗎 真的 找不到我是誰 沒有 維基百科 其實一開始也是 我們自己在上面 自己先弄的 對 我不知道 你不知道是不是 而且老科自己可以編輯 沒有 但他要寫丸子 才會由我們出來 對 綠茶是為什麼講台語 有個節目是要講匕首話 他講台語很好笑 他講台語厲害了 所以我就用台語 去解釋這個東西 後來就跟Ella那一段 就爆紅就這樣 因為我不會講台語 你不會嗎 我是韓國人 我不會講台語 所以我用我的奇怪的邏輯 去講這個東西 導致大家覺得很好笑 對 他講台語很厲害 真的喔 對 所以說不定你過兩天去演那個 台語連續劇 說不定大紅大子 沒有… 現在也在演那個 三立的已讀不回的獵人 也是在演演偶像劇 對 還是在往戲劇方面走 對 其實大家都 不只是往戲劇上面走 對 就是 Juny你現在有女朋友嗎 現在 有啦 是有 有喔 我其實從來都不太會言 就是我有女朋友這樣子 有就有這樣 但是我不會帶出來秀給大家看 除非被拍到 對 但是也沒什麼好拍到的 對 我的生活其實沒什麼好拍的 蛤 對啊 就是拍到就拍到也沒什麼大不了 也對 就是讓我們知道是誰嘛 就是 可是不知道誰也好 你換了就換了 你不要說出來我的伎倆 我就是說有 那是誰不知道 不是啦 她女朋友是 我是覺得低調使得萬年傳 對 低調 其實低調是比較 對不對 小鬼也是對不對 的確 我今天剛好有帶她來 你 誰啊 出來吧 來 也太低調了吧 也太低調 她趴在後面趴很久 對 來 我們先聽一下 黃雲這次的新歌 講一下一些什麼特色好不好 是的 這張專輯其實以往 我的專輯也都是有自己寫詞 然後對 我的詞 我寫詞這件事情 受Junior影響很深 真的嗎 因為她其實寫詞很厲害 以前丸子的時候的詞 幾乎都她寫的 Rap的部分 全部都她寫的 然後我以前 也對這個很有興趣 可是我 看不出來夜店人生 很會耶 夜店詩人 文詩雄 是不是 所以看到女孩子 你會念詩嗎 我跟你講負面的東西看多 你就比較有那種 樂父心詞強說醜的感覺就會出來 因為我以前也真的是有幫什麼 蕭蕭寫過歌詞 什麼 對 她詞寫過歌詞 想起來 還有那個杜德偉大哥 真的耶 他都有寫到 然後我就被他影響滿深的 我就開始自己練習 現在詞寫很不錯 直到上一張專輯 我就開始慢慢自己寫到這一張 我跟我的樂團 TAT合作 整張專輯是我們TAT一起完成的 這個樂團是 跟我一起到很多地方表演 我自己組的一個樂團 所以TAT 我也是TAT的主唱 所以這張專輯 整張專輯是TAT完成的 包括服裝 還有所有裡面的前置 我都有參與非常非常的多 所以是明年2018年1月19才發行 是的 沒錯 預告是12月12號 現在都開始給預告 對不對 我們先來聽一首新歌叫做 北風和太陽 我還滿喜歡你這張的歌 謝謝 謝謝 因為從上一張到這一張也有一段時間了 兩年 你記不記得上一張你來的時候還抽了一張牌 對 對 對不對 時間過得很快 但這一張我非常喜歡 很有你現在的味道 我覺得 有時候唱歌 把真的自己的心情唱出來是很重要的 的確 就是有點成熟了 有點想法了 其實 人在 當然你們進這個圈子裡頭 其實年紀很輕 18歲 就有一點 又好玩 又進了這個圈子 摸索摸索摸索到今天 是比較有點自我的感覺 演戲也好 你們也有了人生很多的體驗 女朋友來來走走對不對 走走來來 走走來來 走走來來對不對 就是會有很多的體驗 我覺得 我覺得現在你們的表演應該是 你們進演藝界最好最好的時候 謝謝小燕姐 謝謝小燕姐 不可惜不可惜 其實 我一直看你們 從 其實摸索那個時候 我應該是沒有 真正訪問到你們 有嗎 沒有 那時候小燕姐好像在休息吧 應該休息一陣子吧 我記得我們好像 哪一年 200幾年 等一下有 好像是各自拆開的時候 是那個 小朋友選我選我那個 百萬小學堂 那很後面 百萬小學堂 那是我們開始跑綜藝的時候 對 你們那時候在跑 跑綜藝在節目裡頭 但是你們真正的玩意 我在想 14年前 而且2003 小燕 有約的時候 只有大咖可以上 所以我們那時候上一次 對 那時候沒有 真的 那時候戲裡面都會想說 要是可以去 這很棒的事情 小燕有約 不是 要排 但是排一年 剛排到你們 你們就減少了 對 可惜 可惜 對 是不是 終於排到 謝謝你 是我們不持久 謝謝你 終於排到 其實說起來 14年真的滿久了 我覺得 談談你這14年的感想 好不好 我覺得 從今天的丸子 講到今天你的演戲 其實丸子的時候 真的是就是 對我來說 進演員區滿誤打誤撞 就是 就進來了 然後我這輩子也沒有再換過工作 所以前面真的是比較 摸索了一段時間 然後去走綜藝 走綜藝的時候其實我 算是我學到很多東西 然後 你走綜藝也算上過我很多節目 對不對 對 那個時候 有學到東西嗎 因為我覺得 其實做綜藝的人 才是每天都在演戲 真的 因為你 對 你上來就是一個角色 對 然後你吃到不好吃 都要說好吃 就是 一定有很多這種狀況 所以 在各個不同狀況上 不好笑你可能也要覺得好笑 所以 久了就會覺得 很謝謝那一段時間 後來到現在我覺得 我從來不會去後悔說 那個時候沒有很認真 或是剛入行的時候沒有很認真 是因為 當演員有的時候有很多的經歷 是你必須經歷過的 一些愛玩的事情或什麼到現在 所以 我覺得很棒 現在我們三個看到 像 其實我們還是常常會約吃飯 什麼 我們有一個群組 我看到臉書上你們有一次五個人 有黃玉蓉什麼 一起吃飯 對 到我家來吃飯 那個不容易 多少年以後 這一張 對 很不容易 就是終於把大家早期了 然後就在家裡面 在誰家 在我家 然後大家也聚在一起吃飯這樣 這多少年以後對不對 也是 這個是去年還前年的事而已 二哥自己煮的 你自己煮喔 對 我在家喜歡做飯 我現在除了拍戲的其他空檔 在家裡面就是做做菜這樣子 很厲害 完全是家庭主婦的開始 那就是 誰嫁給你會滿幸福的 滿好的 真的 希望 希望 我們工作結束大概八 九點吧 然後就回飯店 然後是時候二哥就說 現在才八點了 走啦 我們去銅鑼灣 香港耶 然後我就說 不要啦 我明明說我們不能出去 我那時候就是很敢去 然後我說 好啦 不然 因為我們住紅館旁邊 那我們去紅館看看好不好 買個夢想好不好 好 好 我們就去紅館看看我們走一圈這樣 好孤單的香港之夜喔 因為影響我第一次見到Junior 是一個某人的婚禮上 那個時候人家就跟我講 就是那個男生啊 就是那個男生啊 因為他甩了別人嘛 所以大家在向我告狀 就是那個男生啊 就是那個男生 真的沒有這種事 對 因為我印象很深 我去跟小燕姐打招呼 小燕姐還說 我本來還想說 你們在一起的時候 想叫你們一起來訪問一下 結果就沒啦 然後就 對 因為我從來沒有見過他 然後在那個婚禮上的時候 就大家說就是那個男生 就是那個男生 然後他也很大方走過來小燕姐 我說好… 我想告訴他 我說為什麼會知道他 我懂了 對 其實很多人都是因為這樣知道我的 因為丸子的時間真的不多 對…丸子的時間不長 對不對 是不是 的確 接話啊 你不接話 小葵現在有一點感嘆 沒有 我其實一直都 一直都很 覺得自己還在學習 因為即便是已經出道十幾年了 在小燕姐面前我也不足道 但是自己在這個圈子裡面久了以後 才發現其實我從上一張專輯到現在 做了好多調整 我才發現 我的叛逆期好晚 對 其實我… 其實我有講過 我跟她的人生是反過來的 就是我以前比較叛逆就是 我想幹嘛就幹嘛 然後她以前很乖 她以前就是乖乖的來 然後比較拘謹就是怕犯錯這樣 前兩年是她非常叛逆的時間 她開始叛逆了 我印象中我們有一次一起去 去香港 玩自己去香港 然後呢 綠茶跟經紀人睡 我跟 兩個都是我跟經紀人睡 他們兩個都睡來一塊 都把我丟給經紀人 我拿到選了 是你選的 你們跟我想說好不好 你跟經紀人睡好了 我就說好 你都好 所以經紀人好了就把你帶走 而且每次跟他睡 他說睡我好近 我每天一張開眼睛 就看到我經紀人的眼睛 你幹嘛呢 你覺得我做得如何 對 每次都這句話嚇死我了 她的臉是在哪個位置 都這個位置 好 那你們兩個去現在 這不是重點 我們兩個人一起睡 然後半夜的時候 大概沒有到半夜 因為我們工作結束 大概八 九點吧 然後就回飯店了 然後這時候二哥就說 好無聊喔 現在才八點耶 對啊 這時候夜店還沒開始 走啦 我們去銅鑼灣啊 香港耶 藍貴榜那我們去看一下 對啊 然後我就說不要啦 婉賓姐說我們不能出去 他說婉賓姐說 我們也沒去哪裡 也不會怎麼樣 我都會說他們不會知道啊 沒有 他們不會知道 沒有 有綠茶照顧他就好啦 然後我就說父親啊 我們不能去啦這樣子 然後他說你不去我要自己去喔 我說我真的不要啦 不要 我那時候就是很膽怯的 於是這時候二哥就說 好 那我要自己去喔 然後他就咚咚咚咚要走了 突然間他就說 好啦 不然因為我們住紅磚旁邊 那我們去紅磚看看好不好 買個夢想好不好 好 我們就去紅磚旁邊走一圈這樣 走超遠 超久的 超遠 我一直很想 賭一台計程車 看計程車來了 上車跟他講 沒有計程車那邊 走好遠喔 好孤單的香港職業喔 他每次都這樣 我們只要出去表演 他很乖 有一次我們去馬尼拉 馬尼拉 然後也是我們到那邊之後 我就說走走走走 出去晃一晃 他說不要馬尼拉 因為他以前常常去 去打高爾夫球跟他爸爸到 他說這邊真的沒什麼好玩 我說不管 我要出去走一走 然後我就出去走 我就出去大概一個半小時回來 然後他就坐在那邊看書 就說怎麼樣 有遇到什麼好玩好吃的嗎 我說有啊 怎麼樣 我幫你帶了 他說什麼 甜甜圈 甜甜圈 我記得 我在超商有看到一個甜甜圈給你 真的沒有 你們走超遠什麼都沒有 想不到你們 你們 你們的年輕是這麼無聊 但是大家有聊的地方 他們不會跟我說 馬尼拉那次我們是去幫 F4艙開場 真的喔 對啊 那時候有F4了嗎 有 F4我們之前很久 沒有很久 在我們之前 一年兩年吧 他們正紅 對啊 我第一次看到人家就是 哇 原來是鑽 就是到了之後有鑽車來接下去 開道這種 然後那一次表演我印象很深刻 因為其實它是四面環台的演唱會 那我們是暖場 所以我們一上去的時候 是在旁邊一個帳篷有燈這樣 然後我們進去只有影子 所以外面都在叫F4 F4的東西 明明三個人叫什麼F4 我也不知道 他們以為我是顏承旭 然後一直在喊F4 然後我們三個出來的時候 整場是嘘聲那樣 真的假的 嘘聲大概持續了大概20秒吧 後面就 後來他們就變得很High 因為我們就帶著大家玩這樣跳舞 然後我印象最深是 轉過來的時候 綠茶 我們去唱嘉賓 綠茶就轉過來 滿眼 就是眼泛淚光這樣 看著我 我們成功了 然後我就想說 你在成功什麼 我們是嘉賓 又不是我們的演唱會 對 又不是我的演唱會 但不管 我們讓全場的觀眾朋友 開心起來 We did it 對不對 對不對 這個是 好 我們回味一下吧今天 對啊 今天嗎 今天好不好 觀眾組啊 觀眾組啊 年底 咱們來觀眾組一下好不好 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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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誰叫你每次都說 不能讓我遇到你爸媽 想要給你一個驚喜 有巧克力和紅玫瑰 抬頭看外面一下 最愛的人終於出現 嗚嗚啦啦啦啦啦啦啦牽著你的手 你們好像有點累 看你們抹來抹去勾肩又搭配 嗚嗚啦啦啦手中的管 動住 流下同情的眼淚 他的面相一看就是標準比最美 謝謝 謝謝 其實Gunior人會Rap呢 還會 來...不要這樣別忘了喔 其實從現在開始就可以預購 我們這個黃洪生的 人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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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他以一個外星人 看我們人類的情感 在1月19號就發生了 是的 恭喜你 2018年第一炮 好 加油...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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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